最近寒流频频报道 天气冷嗖嗖影响民众出门捐血的意愿 加上学校开始放寒假 少了学生捐血 导致血库经常出现缺血警讯 因此新北市政府选在农历年前 举办了捐血活动 卫生局局长林雪荣更亲自挽起衣袖捐血 号召民众一同来发挥爱心捐血助人 寒流报道天气冷嗖嗖 不过在新北市政府里头 却有民众排排坐等着捐血 为冷冬注入了一股暖意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今年的寒流来得特别早 不仅持续不断 而且低温让人动得受不了 大大减少民众出门的意愿 最近各捐血中心的捐血量锐减 台北捐血中心各血型的血液库存量 更是剩不到七天 平传缺血危机 因此农历年前 新北市政府发起了今年第一场捐血活动 卫生局局长林雪荣更是带头晚袖捐血 希望民众都能够热心响应 为了鼓励民众捐血 捐血的民众还可以获得欢乐 耶诞城的小熊布偶 第一个天气冷了 第二个放寒假 在这种时候常常会有发生 血库缺血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呼吁民众 能够尽快到捐血中心去捐血 那我们这次新北市政府 也办了热心捐血 雄无爱心 所以只要你今天到新北市政府来捐血 我们就送一个小熊 非常的可爱 也鼓励所有的民众 一起来做善事 这次的捐血活动中 有两位民众都是第一次捐血 他们表示过去对捐血 心里头难免有些畏惧 不过这次总算克服了心理障碍 以后将会定期捐血帮助病患 会比较紧张 然后还看到蛮多人排队 然后还觉得可以捐血 好像也蛮不错 以后也可以固定来捐 近期上会觉得很开心吗 可以帮助别人 当然会还蛮开心的 其实一开始也觉得还蛮紧张 因为自己做到有几个去捐 可是今天来捐之后觉得还蛮 其实还蛮轻松的啦 就躺着这样就好了 所以以后会继续捐血吗 应该会继续帮助大家 卫生局指出 经常捐血的人可以减少 罹患心脏血管疾病的几率 因此捐血不但可以帮助病患 挽救宝贵生命 更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 由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历人又历绩 记者声评张门琪 新北市财宝报导